老頭髮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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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翠咪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5分鐘之內 就可以完成的上班快速彩妝喔 請看今天的分享吧 我們現在拿出手機 準備就敘之後 我們就開始計時囉 來嘍 那首先呢 我會先擦這一個 鑽白光 因為它會讓你的整個膚色呢 會 會一開始就比較均勻 而且呢 它是一個保養品的成分 所以說呢 在上妝之前先做一個保養的打底 然後第二步呢 我會先就是 上隔離霜 任何品牌的都可以 然後這個是海洋拉娜的 但是其他的品牌也都可以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呢 我就會使用我的氣墊粉餅 那這一款氣墊粉餅呢 它是雪花秀 就是非常一個頂級的系列 那為什麼我喜歡用這一塊的原因 是因為它裡面含有保養的成分 那我比較喜歡就是卸妝之後呢 我的皮膚也不要暗沉 只要是要快速上妝的時候呢 我都會先習慣用手指沾取裡面的氣墊的粉體來上妝 先上在臉上之後呢 再使用它附上的海綿 然後把它按均勻 這是我的快速的方法 氣墊粉餅上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用霜狀的腮紅 然後來完成我們的氣色 接下來因為台灣的天氣呢 比較潮濕跟炎熱一點點 也比較容易脫妝 所以呢 我會使用雪花秀的這一款蜜粉餅 那這一款蜜粉餅呢 我們就上在容易出油的地方 像是下巴鼻子啊 或者是你覺得兩頰太水亮的話 你也可以稍微按牙一點點 它本身的遮瑕度也是不錯的這一款蜜粉餅 那眼妝的部分呢 我們就用手指快速的上這種 玫瑰金淡淡的顏色就可以了 因為這樣的顏色呢 其實是非常有親和力的顏色 而且每一個人的膚色都適合 那這一塊眼影呢 是日本品牌的 EXCEL這個牌 那我會使用玫瑰金在眼窩的地方 然後讓眼睛感覺比較有精神 就OK囉 接下來眉毛呢 跟眼線的部分呢 我都會使用刷具 然後使用這一盤眼影盒裡面的 深咖啡色畫出眉毛跟眼線的部分 因為如果是上班的妝 其實不需要太濃 只要稍微蓋出精神就OK囉 那因為我現在有接睫毛的關係 我是在維恩的秘密花園街的上下的睫毛 所以說其實呢 的確上妝起來有更省時間 那如果你們有時間的話 也可以稍微刷一下睫毛 睫毛只要立起來的話 就會感覺更有精神 那最後呢 就是唇彩的部分了 我會使用YSL這款唇釉 因為它的保濕度非常的好 那呢 我會先上在唇部的中央 然後輕輕的邊緣用手推開 這就是非常自然的漸層唇妝囉 最後呢 因為如果呢 我們今天工作一整天 沒有時間補妝的話呢 我也希望我的妝效比較持久 所以呢 我會使用這款 韓國的定妝噴霧 它是LUNA這個牌子 輕輕的噴上去之後呢 不用推開 只要等它乾就可以囉 這樣就可以出門囉 是不是超快出啊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五分鐘之內完成上班彩妝的分享 然後呢 因為接下來呢 過年之後 其實也是大家會轉換工作 然後就是轉換跑道的時候 所以說呢 其實這個妝它也蠻適合面試的 就是如果今天你要面試的不是一些特殊的職業 比如說彩妝師或是什麼之類的話 其實這個妝是給人感覺非常有親和力跟舒服的妝 然後如果今天你去面試的工作呢 是你比較沒有把握的工作 你想要讓別人覺得就是你非常有親和力 想要錄取你的話呢 記得就可以花短短的時間完成這樣子一個 非常有親和力的彩妝 然後記得我覺得不要帶太誇張的變色片 除非你的工作是比較流行性時尚性的 嗯 我是給大家的小建議啦 OK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喔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就這樣 掰掰 祝大家新年快樂 然後如果有換新工作的人 也祝你們就是工作非常的順利 那如果維持在原來跑道呢 也祝你們工作旺旺旺大賺錢囉 好多元寶好多元寶 OK 掰掰